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从前没有路 从前没有山 从前没有海和寒 从前没有房 从前没有天 从前没有天 从前没有我和你 从前没有 从前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妈怎么样了 在那边休息啊 孟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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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孟好好休息 注意身体 她怎么了 她陷了两次血 你是她丈夫啊 你要好好让她休息 吃点补血的 手足费不够 可以想别的办法呀 别病人没自豪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谢谢 谢谢 谢谢你啊 你卖血 还卖两次 没事 女的陷点血啊 抽点血 没关系的 你看我身体不也挺好的吗 我去看眼门 你干什么呀你啊 你不要命了你啊 你要再出点事 你让我和孩子怎么办啊 没事 那你说怎么办呀 这马上就要手术了 钱也凑不够 你看 这一下有那么多钱 我不看 你别跟我看 你再借再凑 咱这命就没了 你知不知道 说咱俩怎么这么倒霉呢 你说咱这是什么命啊你说 倒霉 你 阿远 你别这样 你看 咱们有这么多钱了 咱们再努努力 借点 凑点 买吧 买什么 咱们 把咱这 丑货店卖了 想要眼前这事过去再说 乌的青山灾 不怕没这瘦 从草倒霉 上面 香港行动 灾不可 香港行动 这个声音 到嘴 好 现场啊 春草 春草 罗老师 你好 你来了 春草呢 春草没在她在医院呢 她病了 没有 她妈病了 什么病啊 不知道 好像挺严重的 你看 我们大卫搞福里 发的一些蛋还有肉 我给春草送过来 她妈病了 正好该补补身子 龙老师 那个 春草把这个店盘给我了 为什么呀 她妈手术钱不够 我说借给她点吧 她说那也不够 借多了呢 她心里也不踏实 这不一早 阿远就跟我结的账 好 哥 您怎么来了 您怎么找事的 刘婶告诉我的 妈呢 刚吃了 要睡下了 我去看看 刚睡下了 等一会儿 你吃饭了吗 没呢 我给你弄饭去啊 给我散用一下 哎呀 这天也是 说变就变 这么一会儿功夫 就下这么大的雨 就这么着 这个店就属于我们了 这会儿你创新了 创什么新哪 我心里不是滋味 你怎么会儿啊 刘婶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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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刚从银行取出来的 春草卖你们多少钱 你们留下 好不好 行行行 你去打个跳 快 等会儿 多少损失费算上 哎呦 你这不是骂大婶的吗 你能帮他们 我很高兴 真的 是啊 哎呦 我马上给你看点啊 哎呦 进去吧进去吧啊 没事没事没事 没事 哥 哎 那马上来了 快吃吧 嗯 你停了没有 哎 小多了基本快停了 嗯 这样吧 带这俩孩子先回去 嗯 你也打回车去吧 帮我把伞拿走啊 好 给你留一块留一块 走吧 回家了 大哥我们先回去啊 阿远 累一天早点睡啊 你俩乖一点啊 走 来 吃啊 吃啊 带钱过来了吗 顿早 我就带了一千块钱 一千也好 妈要知道你带钱来 一定很高兴 家里也没钱吧 没借债吧 怎么了 怎么不说话呀 顺曹 这钱不是我的 不是你的 淳于寄来的 淳于这孩子 还挺懂事的 他就寄了一千块钱呀 怎么回事支支吾吾的 还有两千 还有两千 那 你怎么不一起拿过来呀 顺曹 那 那钱被你嫂子拿走了 自从万万留下以后 你嫂子天天跟我吵 说我没用 大哥 大哥也没办法呀 得了吧 肯定是你 什么我嫂子我嫂子的呀 你说你想什么呢 现在我们可是跟阎王爷 抢爸的命 你搞个清楚好不好啊 不是说没钱也能手术吗 没钱谁给你手术啊 你去问问看去 你以为我有钱呀 你知道我借多少债 我连店都卖掉了 那这种事 穿了赶回去取去 顺曹 我这刚来 你就让我回去啊 来回的车票算我的 行 我也不吃了 我给你取去 艾科 来都来了 还是先看一眼妈吧 妹妹 我去吧 妈 哥来了 春娘来了 妈 你看妈都没用啊 这么忙还把你折腾来了 虎子好吗 妈 她是你儿子 早就应该来看你 你看看 在医院这么花钱 天天做噩梦呢 春雨寄钱来了 够你花的 你就安心做手术吧 寄了多少啊 一万 以后 你就别提钱的事了 这么多呀 要是不生病多好啊 小小小小 应该要熟夜了 小小小小 应该要熟夜了 阿远 你叫我真好 我一定一辈子记得你的好 行了 行了 想想咱以后怎么办吧 以后 我自己一个人上街去卖炒货 你只要在家里 带好万万圆圆就行了 我会很快挣够钱 把爹买回来的 做梦吧你 你以为那么容易呢 我知道不容易 可是 我必须把爹买回来 那是老老师跟我套的钱 我一定把他买回来 对了 你这楼大哥咱们也没跟人说一声 咱还欠人钱呢 你们这这次哪天来店里 一看咱俩没在 别以为咱俩拿点钱跑了呢 冲草 冲草 来了 冲草 这是干什么呀 冲草啊 炒店又是你们的了 刘婶 这事你可不能反悔啊 反什么悔我 我巴不得呢 可有人不干哪 有人把钱都给了我 让我一定把店还给你们 还让我转告你们 安心做生意 钱缺呀他在想办法 谁啊 谁啊 要不是亲眼所见 我也不相信哪 秦兄弟也做不到啊 你们俩呀可真是遇见贵人了 你说外面下着那么大的雨 楼老师愣是淋着那个雨 到银行给你们取的钱 是楼大哥呀 这不单位今天发福利 也给你们送东西来了 听说你们把店卖了 他转身就走了 过了一会儿啊 浑身湿透的 就把钱给送来了 走的时候一直在咳嗽呢 恐怕要生病 这是他怎么知道的 不行阿远 我得去看看他 淳草你慢点 你好好谢谢人家啊 这就走啊 老师谢谢你了 没事 你接着洗吧 我 我走了啊 走了啊 慢点你 走啊 走啊 人家啊 放下来 娄大哥 你在家呀 我也没在家呢 你这怎么了 没事 生病了 你瘦这么厉害 不行不行 我带你去医院吧 不不不 我已经吃过药了 你这都是为了我熟店 低于林的吧 别这么说 我现在浑身弄我 就想睡觉 我不应该躺下吧 你身上疼吗 来 慢点啊 我带上 冷吧 我给你舀点姜汤吧 喝了发一身汗 烧就退了 好了 好了 你先睡啊 改眼点 是 车灰 冡生 message 为了 鸡蛋 老大哥 老大哥 姜汤好了 先把姜汤趁热喝了好吗 等一下 来 起来 靠在我身上 靠在我身上 把它喝了 出一身汗就好了 烫吗 好嘞 再喝点 再喝一口好吗 再喝一口 再喝一口 没事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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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好吧 一会儿出于伤汗就会好的 好 老大哥 你可活了吗 老婆 老婆 好 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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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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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